过年家家户户都要炸的豆萝卜 葱花 火腿肠 两个鸡蛋 酥脆的关键是加一包脆皮酥一碗味道就更入味了 在饭上炸一道萝卜丸子 寓意着和家幸福团团圆圆 切好的青萝卜丝 胡萝卜丝 撒点细盐 抓拌均匀变软红米 黑米 糯米 红豆 花生 全部清洗干净 加适量漂亮水 隔水炖120分钟 最后加红糖 牛奶搅拌均匀 营养又好喝 自己不会搭配的可以选这款杂粮粥 每周不一样 周周有营养 99%的人把红薯买回来只会蒸 六成油温下锅炸 炸排骨 炸到金黄酥脆就可以了 喜欢就给家人安排两个鸡蛋 一勺糖 一盒纯牛奶 充分搅拌均匀 准备蛋塔皮 倒入蛋液八分满 烤箱180度20分钟 家庭版蛋塔就做好了 香甜酥脆 小朋友们超爱 土豆切小丁 火腿肠切小段 土豆下锅煮熟捞出 油热下土豆火腿肠 煎至鸡豆皮做成辣条 比外面买的还好吃 杂芝麻 中小火煎至三面定型